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星期一播出的名人访谈节目《查理罗斯秀》中 奥巴马和主持人查理罗斯进行了45分钟的访谈对话 其中大约8分钟的话题与中国有关 包括他一周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的会谈 他对习近平的印象、对美中关系的前景看法 以及朝鲜问题和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等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奥巴马表示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会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 但中国试图探知他与日本领导人会谈的内容 和与中国政府或军方有直接关联的黑客 闯入苹果电脑公司的系统 去获取该公司最新产品的设计图 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 后者根本叫做偷窃 美国不能容许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他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 有直率的讨论 他相信习近平非常了解此事 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奥巴马说他和习近平的非传统会面 让两人得以进行坦诚的对话 他对习近平的印象是和以往中国人相比 习近平更为年轻、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 他说习近平虽然上任时间不久 但已经很快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此外 针对朝鲜问题 奥巴马说他和习近平的对话 比以往更为有用 因为一直以来 中国总是对朝鲜核项目 可能引发冲突 敷衍表态 但现在北京当局 已经开始认真看待朝鲜的挑衅言论 也有兴趣和意愿 开始和美国进行战略性的对话 奥巴马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 有如吃了强身药一般 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还属于贫穷国家 既要发展的好处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并且认为美国要主导一切围堵中国 更有中国领导人只想搭美国的便车 让美国出来解决全球性的大问题 奥巴马说他要和习近平建立一种让美中两国能够合作的关系 否则若双方的健康竞争变为冲突 那么他和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 就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人民 不过奥巴马说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乐观 但也认为美国必须坦诚 明确地坚守美国价值 在中国试图占便宜时将他推回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方的报道